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肥胖有的人像圆鼓鼓的像个水桶 有没有水桶腰 有的是游泳圈带好几圈 可是有的人你明明看他瘦瘦的 但是他却在你腹部某个部位特别胖 现在我一样一样来跟各位做一下分析 假设说有的人肚子很瘦 但是肚脐上面跟心脏中间这一坨 特别圆鼓一坨有没有看过 有有 那像这种肥胖的人局部肥胖 他通常都是胃功能不好 平常他会有一些症状 比方说胃口不好 肚子有水深 经常有胃酸 一阵反胃 或者说他胃溃疡 这一些我们都可以经过 我们今天所要教的 告别小妇人的按摩手法 来健胃整肠 来保养我们的胃 接着我们介绍了胃肥胖 你要怎么去减这边的坠肉 怎么样来借由按摩 来让你的胃肠消化系统更好 接着呢 我来介绍另外一种肥胖 现在我来介绍就是说 以肚脐为中心点 放四根蛇指头这一圈 有的人他肚子很瘦哦 可是这里就鼓一坨 有没有印象 有 那为什么这边会鼓一坨呢 通常这种人是属于便秘型的肥胖 什么样才算便秘呢 你觉得一天应该大便 一天一次比较正常吧 一天一次叫轻微便秘 所以一天排便一次的呢 通常他在驱持穴 大肠这边按下去会蛮痛的 正常的话是吃三餐 你就要排三餐 那是节肠健康的人才会这个样子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如果是这一圈 就是我们以肚脐为中心点 上下左右 各四指幅宽 四根手指头的宽度 这一圈你按都特别痛 那就是他平常肠子的功能不好 会有便秘的现象 那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这一种肥胖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下去做按摩 让自己的排泄正常之后 肚子自然就平坦了 接着呢 要介绍一种 有没有印象 有些人哦 他只有肚脐以下这个腹部肥胖 但上面是不胖的 有没有印象 有有有 那样应该是吃的比较多吗 倒也不是 假设说他是肚脐以下 这一个平这里的小腹胖 通常都是 女生来讲是子宫跟卵巢机能不好 你看子宫是不是在这里 对 然后卵巢是不是在这两边 就是比较会有腹科方面的问题 那男生呢 就是色护腺方面比较不好 这个男生是很注重这方面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解释完这边的肥胖 肥胖 然后另外呢 我再介绍一种就是 你看我们腰 是不是中间这个地方是最凹的 我们的腰正常是这样子 可是有些女孩子呢 她最凹的地方 她反而鼓出一团肉 有没有印象 有 那像那一种肥胖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鼓出一团肉 其他地方都瘦瘦的 那一种女孩子呢 那种体型呢 我们称之为带脉的肥胖 带脉呢 是哪个带你知道吗 是一个三点水 一个带东西的带 那个带就是细皮带 带子的带 因为我们齐精八脉里面 这里就是我们的带脉 带脉呢 它是约束我们的韧脉 还有约束我们阴精跟阳精的功能 就好像稻草 稻草人看过吧 稻草人 他是不是中间要有一个绳子 再框住这个稻草 才不会散掉 放在稻田里面 下一些小鸟 有没有 稻草人中间那一条绳子 就是我们带脉的功能 假设说 那一圈绳子 双双垮垮的 那个稻草就框不住了 那你看一个 女性她的体型 如果说这个带脉 没有力道的话 是不是这边就肥胖了 所以你上面的筋络 跟你腰以下筋络的功能 那就肯定不好了 所以带脉如果肌能很 这边比较胖的人 带脉无力的 他的按摩方法 要减肥的方法 又是另外一个手法 那带脉无力的人 他平常会有什么症状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月经不调 月经不正常 怎么看中医 怎么吃药都不会好 那要记得多按带脉 带脉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伤寒论里面讲的 腰隆隆如坐水中 这句话白话讲就是说 你看有些人坐在椅子上 他好像没有腰感 就感觉有 就整个腰这样垮着 坐在椅子上 他随时随地 你就觉得这个人的腰感 怎么撑不直啊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带脉无力 所以他这个腰部的这个背脂肌 没有力道撑不起来 所以呢 这种肥胖呢 要多处理带脉 跟我们一个女性的一个生殖系统 机能好不好 月经正不正常 有没有腰挺不挺 腰力够不够 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另外一种肥胖 你们注意到有些人 他这个肋骨这边多一坨 没有发现 有些人是这边挤一坨 在我们的肋骨这底下 这里挤一坨 那这边呢 也挤一坨 那这个是跟我们的肝胆 还有我们的脾胃消化系统不好 有关系 这是为大家介绍 腹部肥胖 跟我们健康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接着呢 我来示范 我们如果真的要让肚子瘦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止压 按摩我们腹部的穴位 好 首先呢 我们要用手来做止压跟掌压 腹部呢 其实经过很多条 那我们要怎么去按摩呢 你就甭去管他什么穴位了 你也不用去管他什么筋路了 痛哪里 你就压哪里 疼痛减轻的 这个地方就会瘦下来了 好 首先呢 我来教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用子腹长压 子腹长压呢 我们是用到这个地方 手指子腹 这一半以下这个部位 在这个部位 那我们在做止压的时候 是手要这样子压 我们看你哪里胖 你就按哪里 哪里痛 你就多按几下 按到他不痛 他就瘦下来了 好 首先我们来示范 这样压下去 压着 那你背部最好是躺在床上 按效果会更好 这样按下去呢 就是虎口打开 放在腹部上 子力下去 下去大概 你会觉得有点酸酸麻麻之后 整个手肉有咔进去了 你再稍微扭一下 有没有更痛 好痛 好 那现在你来示范这个止腹 长压减肥的动作 让我看一下 是这样 对 这样比较顺手 你肩膀就放松 对 放轻松 然后手掌呢 就压下去 止腹就压下去 是指 这个地方是这样 对 就是我们这个止腹 这个地方 这团止腹这个部位 我们在做一个止压的动作 那你可以上下交叠 你看哪里痛 你就持续按摩 按下去 肉要咔进去 你按到觉得有点酸酸麻麻之后 你再稍微扭一下 止压 不是一直扭 你的这个止腹呢 第一个 你一定要压下去 压到你觉得酸酸麻麻的 有点痛感之后 你才可以扭 不可以一放下去就马上扭 好 现在开始 按下去 按 有酸吗 酸 酸了之后在同一个点上面 稍微扭一下 同一个点 在同一个点稍微刺激一下 不是挪到旁边去 好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酸 好 对 这个方法是对的 接着我们再往下 因为你是这边比较稍微有一点点的肿胀 所以呢 我们一样是按这个地方 好 你压下去 沉下去 觉得有点酸吗 酸 酸了之后在同一个点稍微扭一下 这个手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呢 接着我们就示范下一个手法 就是掌压 掌压的话我们可以一手握拳 另外一只手打开 放着 好 就是顶着 好 请你站好 比方说 我这边肥胖 那我的手就放在这边 好 压下去 有没有觉得会酸 会 会酸了之后 扭一下 这个呢 你在按的时候 你的力道如果正确的话 你会全身发热 接着呢 你在按这边呢 它的按摩呢 会放射到你整个背部 这个同样的腰部 后腰的地方 会整个都会觉得会酸 会麻 会热 好 现在请你示范给我看 上面的手要打开 对 借助上面的手 往下压 你看这个范围很大 它会出这个红色的一颗 对 那个是血管壁冲血 是很正常的 好 沉下去 沉到够深了 觉得会酸会麻 会热之后 才开始稍微定点 稍微动一下 好像有缩下来了 你自己看 有没有缩下 这边比较欧 那你就按这边 比较胖的这个地方 觉得会酸之后 才开始轻轻地动一下 我们腹部的范围是蛮大的 但是要记得 骨头绝对不能按 你在按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这个骨头 这个是腹部长压 压下去 沉下去 然后在同一个点上 轻轻地扭一下 感觉怎么样 挺痛的 在这边 对 所以像我这样推断 就是以他这种 腹部肥胖的情况 应该你的那个 子宫跟卵巢不是很好 是有点 越增不挑 这样子看就可以知道了 你的内脏器官怎么样 它会反映在你的体型上 接着呢 我们来教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腹部的拍打 现在我在开始拍你的腹部 拍打可以利用 震动的这个渗透压 来让你腹部的器官机能复苏 千万千万不要太大力 轻轻地拍打就可以 但是拍打是要有技巧的 我现在开始拍 但是我要避开这个骨头 你看 它如果说经过不通的话 声音是鼓鼓的 拍一样是不要太高拍下去 力道会跑掉 你就是大概兼具一个前头 从这里开始力量丢下去 你看我在拍的时候 我不会从那么远就拍下去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可以在腹部就是练习 手从这边开始往下力量丢下去 不要拉太高 就自由落体的那种用力方式 好 现在开始 你的手法不对 你拉太高了 大概就是距离一个拳头 对 好 开始往下拍 对 然后你要自由落体 手稍微就有一点贴着 手不要翘起来 对 这样贴着这样拍 自由落体 你的力道是有去无回的 东西掉下去回不来的 那个一种出力的方式 我们拍这边 因为你这边比较稍微鼓一点 你听这个声音鼓鼓的 两边的声音不一样哦 其实我都在唱 你那个是里面的肿胀 不是真正的肥胖 因为你里面的经过阻塞 所以造成的感觉看起来像肥胖 你现在听这个声音跟刚刚拍的声音 这边有没有一样 这个手法有没有问题 拍打 告给小哥 好 现在我们开始教一个手最不会酸最好操作的手法 因为可能我在那边指压了暗了我手会觉得很酸啊 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指压棒点血来减肥 那这个指压棒一样的 你腹部哪里胖你就按哪里 哪里痛你就多按几次 按到它疼痛减轻或是不痛 我们力道就可以停止再往下一个地方走 好 现在我们是两根指压棒 压下去然后稍微点一下 我们就按你觉得特别胖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也许点进去 对 然后再动一下 对 觉得会酸会麻 这个珠子有卡进去三分之一再开始点一下 好 这个手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 整个腹部都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接着呢 我们来教最简单的就是腹部的刮沙 好 那在刮沙之前呢 我们一样是要擦一些滋润的东西 以免我们的皮肤挫伤 当然你擦好一点的保养品 你等一下刮沙完之后你再摸一下 你腹部的皮肤会特别的柔细 我们一样是量多一点哦 擦在我们的手掌心 然后整个抹上你要做按摩做刮沙的地方 看你要刮哪里你就抹在哪里 如果整个腹部都要瘦当然是通通都要磨上这个按摩霜 那我们这个腹部呢就是沉下去 然后轻轻的往旁边刮 压下去往旁边刮 我觉得你这样压下去 有没有觉得底下有东西卡住 一颗一颗的 那个就是你腹部经络不通 它上面的结结 来 请你自己刮一下 沉下去 然后再 哎 对 踏进去再走一小段再从头开始 你这刮的那个长短 大概是四根手指头就可以了 对 很好 你看你的腹部肥胖是属于哪一种 假设说你是胃这边肥胖的话 那你就是在刮沙胃这个部位 不论你是直的刮沙或是横的刮沙 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横的刮沙 你就通通是从头到尾都是横的刮沙 你假设你刮沙要瘦你的肚子 你是直线的刮沙 那你所有的动作你就做直线刮沙 我们建议是任脉这边呢 最好是我们用直线的刮沙 这里是任脉还有我们的圣经 除此之外呢我们就往旁边刮沙 假设说你这边露骨一坨的话 我们先抹上一些滋润的滋养霜 先抹上去 假设你是这边骨一坨 你要瘦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刮沙呢是有窍门的 你要避开这个肋骨 骨头千万不要刮到 好我们这样子沉下去之后一小段走 一小段走 这个呢可以强化我们的肝功能 这个是皮脏的位置 右边是肝脏的位置 来你看有没有就嘎嘎嘎嘎了 对对对 所以呢这就是皮脏的机能 平常皮脏机能比较好 这边就会有这些很多的结结 这一个是这样子 你看我是不是有弧度的 顺着你这个肋骨的方向 再做一个刮沙 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肚子瘦下来的 好那这一边就麻烦你自己做一下了 示范一下腹部刮沙的手法 这个腹部呢 这个叫我们的肋骨这边 一中经界里面有讲 腹重如带五千钱 就是说肚子很重很肥 好像带着五千银鸟 细在腰上一样 就是讲这个部位的肥胖 这个刮沙板呢 我们是要呈垂直90度的 这样子才能够 让力道整个沉下去 沾下去 然后再慢慢拖着走 哎很好 这个朋友们 你可以外面去买刮沙板 一样是可以刮出这个效果的 但是这个马老材子做的刮沙板 是比较容易出沙 那触感也会特别的温润 你现在在刮沙 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有点出汗了 出汗了 你看啊 孟然没有运动 没有喝热汤 只是轻轻在自己穴位上 做一点点动作 他会全身发热 对 对 那就是表示他全身的那个气血 被带上来了 就好像运动的那种热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被动式的运动 如果呢 你要瘦你的肚子 你配合运动 再加上按摩 其实要瘦下来真的很快 只是你方法要对 只有男女人 没有丑女人 那以上我们介绍的 腹部肥胖跟健康之间 还有腹部你要瘦下来 直压 直压棒点穴 还有刮沙 这些手法 我们在这里就已经介绍完毕了 沐南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都记住了 对 那你在做些 这些动作做完之后 请记得喝250cc的温水 让你体内的毒素 代谢出去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